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益凤委员 我的父亲 以及我们台湾市议会 我们的议长 副议长 以及党团三长 各位议员同仁 以及在场所有的美女朋友 各位乡亲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谢谢 今天举办记者会 正式告诉所有的好朋友 从这一刻起 加入台中市第二选区 立法委员的补选 成为国民党 所推荐的候选人 严寬人 在地 刷入 令人 大都 欧人无风 真真正正在地人 在这堂土地 生活45年 台湾政府 不是任何一个人的 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 是首尾 乡亲的 可能不希望看到 我的家庄 变成一个政党对外的战定 未来 未来的两三个月 我们要进行的 私一场 立法委员的补选 单纯的只是 在地的乡亲 要选出一个 能够代表地方 为地方乡亲 争取权利的 民地代表 所以 这一次的选举 绝对不是政党恶斗 1月9号 不是政党的决斗日 在这边 感谢所有的 与会的嘉宾 我们的长官 各位乡亲 还有媒体朋友 大家要来正式 这一场补选 这一场补选 真正的意义 就是一个真正关心在地 关心地方发展 地方的需要 我们的辈子 是破实人 我们的辈子 是真正非常单纯 他们需要的 就是有一个好的空气 我们出门 我们不需要穿繁带衣 我们只要安居乐业 所以 这一场选举 绝对不是政党恶斗 这一场选举 是让民众真正了解 谁能够为地方争取权利 谁能够维护地方的发展 谁能够成为地方的代言人 所以 未来 也很辛苦 因为执政党 及党政军 全媒体 全网络 全部的资源 都重要在台中市第二选区 我们何德何能 政府从来没有关心过台中市第二选区 台中 我们三六年纪大度欧与务方 不让政府这么重视 但是 我们的乡亲也不需要 这种临时莫大夫的关心 因为选举 因为要称资 这个立委 所以 这里关心我们第二选区 所有的乡亲是大 大家要认真 大家要最小的想法 我们爱的是什么 我们爱的是第一个发展 八星可以安居乐业 不要互相攻击 所以这一次的选举 接受国民党征召 在这一次的补选 勇敢承担 希望能够得到我们台中市第二选区 所有民众的支持 在这一次的选举 我们知道 非常困难 选战还没开打 所有的攻击 所有的污蔑 已经是 铺天盖地 接种和制 接下来万箭穿心 雪肉模糊 这我都可以想象 还有六十天 还有六十天就已经是雪肉模糊 我们希望 所有的乡亲 你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就像这一次的罢免 宽衡担任罢免团队的志工 当然必须要为罢免 所引发的争议来负责 如果这一场 罢免 导致支持或者是反对的 这些乡亲们 你们有其他的看法 宽衡也一定概括承受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罢免 我们看到台中市第二选区 所有的乡亲 他们展现了最高的民主 他们让他们的民主素养都呈现出来 也告诉宽衡 让宽衡知道 我们的民众可以支持你 但是你如果不严谨 你如果不打招 我们的乡亲随时可以收回对你的支持 所以这次的罢免也是同样 任何一个可以得到所有乡亲的肯定来冗产 希望冗产的人一定不会忘记我们这份罢免 我们的乡亲 我们的酌心 不管有回到你还是没有回到你的这些选民 我们都要用我们的精心来对待他 我们都要来哀音 要来祝福音 所以观众在这里 再一次 感谢我们今天 我们的主席 市长 我们的委员 我们的议长 我们的议员同仁 我们所有的志工伙伴 还有媒体朋友 你们的丽灵 从这一刻开始 我们从在地出发 我们告诉所有的乡亲 我们希望得到乡亲的认同 我们台中市第二选区 还算土枯 绝对不可以再停滞 我们需要发展 我们要有好的空气 我们要有 食安的一个保障 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 还非常多 接下来 我们的公投的宣讲 宽人也一定会配合 我们的选民 来告诉我们选民 他们真正的需求 来宣导给我们选民 真正的选择 在这边最后 敬祝我们所有的 乡亲朋友们 我们在1月9号 台中市第二选区 立法委员的补选 我们看到 希望看到的 不是政党的对决 不是批评 谩骂 我们看到的是 是乡亲 民族的选择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乡亲 热情的拥抱 乡亲 积极 真正在地出发 会赢宽恒 临近打拼 希望大家 可以转列 来给我们积极 再一次的感谢 也感谢 我们的主席市长 我们的各位委员 还有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 那在最后 希望 所有的乡亲 大家跟宽恒 一起努力 我们要迎回地方 我们要让地方 感觉到光荣 所有的污蔑 所有的毁谤 我们也一定会 法律途径 来找回来 我在这边 再一次的感谢各位 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 谢谢 担任总经理 陈文森 当时是政长 因为不能记名投资 所以 以匿名股东 投资 事业总是有赔有赚 之后 你明明告知公司需要 赔钱 需要融资 因为 他们知道我名字 有这个投资 没有救资 希望我拿我的投资 担购融资 结果 后来公司 破产 我做饱的土地 也被 就被拍卖 来还钱 你 我 我 就能 把这些土地 一笔一笔地 拎回来 我 跟这些土地一笔一笔地 拎回来 我让这些土地一笔一笔地 拎回来 也不會跟人家教 相信了解我的朋友 一定深刻體會我現在的心情 知道公道自在人心 我不想多做回應 至於大家這人說的風風雨 我本人的汙昧更是指西烏油 我簡單告訴大家 說一件事 簡單告訴大家 說一件 二次 政黨市長 王金郎的校長王清林 在十一月七日早上 從美國打電話給我 說他跟我抱歉 不僅對我的意思 所以可以 就各位明明說是有心的人在做文章 主持人 也不公 帶方向 明明就是 曾勝龍 跟他爸爸的好朋友 跟我 以前跟他家裡泡茶吃飯 為什麼 會變成一個羅先生 拜師不解 這個引誘的方式 我想 這個主持人 也在 需要我的時候 來到服務處 來到正南宮 來拜拜 要是在拜假的 南宮就炒不住 心肝不要吃 選舉是死的 希望說 選擇大家也好朋友 希望這家的補選 是一張公開公正透明的選舉 不要亂罵 汙昧 有其事實 為了聖線 無限三剛 沒有底線 呼籲各政黨 政治 或是政治 被政治 忠告被忠告 好好 來踏 這頂三個 的三千 所以我想 把我這幾天 我的家人 鋪天蓋地 只不把我們阿公 罵到我們老婆 不把他放水 我哪有借錢不買 所以 根本是 完全誤昧的主控 市長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 陳孟生 那六千多萬 是 當初合夥 就對了 大陸 賠錢的他怎麼不講 他怎麼不講 這個 這個 當時 因為他是當政 政長 所謂不 記名 我想 殺戮人都知道 我 會那麼惡劣 那麼惡辭嗎 我當政南宮董事長 我在審議員 的期間 王金虎先生 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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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我 附幾千過去 那時候 我都要跑前省的 前 前台中線 21個 鄉鎮市 我沒有辦法 我會去跟人家爭嗎 所以我想 你們 你也對我認識很深 鄉鎮鎮 我 我不是那種人 沒錯 人家在做 人家在看 只要是開銷 這個事情 另外 這位 我 沒有介紹 任何人 去做生理 那是 不緊張 我想 在這裡 真的是 我 幾生 還是在 學父母做 我當 審議員 他就請我去 我那時候 你的意思是說 你去當 政南宮董事長 是王金虎 當初 我當審議員 他就請我去 我那時候 也沒有答應 他 我想 這個 不然他兒子 怎麼會打電話 跟我道歉呢 也是他 打給我的 11月7號 他是主持人 引誘他們 我想我在這裡 講得很清楚 我 對一個 王神將 也是我的老大哥 我相當的敬重 選舉 每次 每次 大家 大家 如果有 有信心拜麻祖 不可以說 我這個 有信心 他就插不著 插不著 那插不著 那麻祖的民主情 全過頭 還要做什麼 各個你是怎麼 找人 拜託 我 我 真人心的人 你大家也知道 所以說 不要再問問 你自己去想 你自己去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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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拚選舉 而已 人家 對方 不畏戰不去戰 結束挑戰 謝謝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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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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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 已經在講 好